這個也是超級大的新聞 就是美國的司法部 正式對蘋果提起反壟斷的訴訟 那看起來他們這次真的沒有想要 對蘋果輕輕放下這個部分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 哇 那今天這個真的是 非常大的一個頭條新聞 那其實我上禮拜有拍了一片 因為我們有得到消息說 美國司法部即將要起訴蘋果 就針對反壟斷這個部分 但是當時還沒有確切 然後我們有做一些分析 但是今天呢 他們已經正式對蘋果提起訴訟 而且裡面很多的講法跟裡面 涉及到的這些深度跟廣度 可能比我先前預判還要再重了一點 那所以我們就另外再拍一支影片 來討論今天這個部分 那一樣我們影片會先講 這一則新聞裡面的內容 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你們看法 那我會分享我的看法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針對蘋果這個反壟斷的調查呢 他們其實大約從2019年就已經開始 那其實一開始 可能觸發這個案件是從Spotify開始 那中間也有很多不同 像是Google也有加入啊 Meta也有加入啊 Epic Game也有加入 所以等於是非常多的科技巨頭 都有在一起參與 針對蘋果反壟斷的訴訟 那很有趣的 同時這些像Google跟Meta 他們本身也在面對這個反壟斷的訴訟 而且他們是更早就已經被提起告訴的 那這邊呢 也有提到美國司法部的看法 他們認為蘋果利用他們的壟斷力量 從不只是開發者 內容創作者還有藝術家出版箱 那甚至是對消費者 都因為他們壟斷的力量呢 收取了更多的資金跟利益 那他們認為呢 蘋果在很多的規範啊 還有他們在裝置內生態鏈裡面的 護城河的限制下 導致很多競爭的對手甚至開發商 想要進入他們這個系統裡面 都要付出更高額的金額 那你一方面跟開發者收取更高的費用 那又因為你這個裝置裡面的 生態鏈的護城河 會導致你們使用者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那這種情況下呢 就基本上你壟斷一部分的這個市場 讓你的消費者 想要換其他裝置也沒有辦法 那因為這樣的限制 你們可以不斷可能提高你們想要收取的佣金 或是提高你們產品的售價 那他們認為這樣的做法 會扼殺掉非常多的創新 還有市場上的公平機制 那這邊他們提到五大點 蘋果比較有嚴重壟斷的地方 那第一就是說 他們在他們App Store裡面 對這些很大型的App所進行的抽成跟限制 有點影響到他們的發展 那第二點呢 就是關於這個雲端遊戲的這個服務 他們目前還是只有Apple Arcade可以使用 他們有讓第三方的遊戲商也可以使用 那再來呢就是關於iMessage 這個我們先也講過非常多次 就是蘋果一直沒有接受使用RCS的這個規格 所以變成說你使用iPhone 然後跟Android使用者想要互傳訊息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傳檔案 沒有辦法傳照片 然後變成很多東西沒有辦法互投 那因為這樣有點限制住或強迫 可能想要跟iPhone 互傳這類訊息的使用者 也必須要買iPhone 那關於這一點 其實Google已經抱怨非常久 那下一個呢 他們就是說在這個數位錢包的方面 蘋果把很多東西都限制到 要透過他們Apple Pay才能有辦法使用 那變成很多銀行啊 跟很多信用卡的發行商 都要付出更高額的抽成 那其實他們認為蘋果應該開放 他們的NFC給第三方的廠商去使用 那其實美國司法部的講法 還有提到我們很多新的媒體討論過 像是其他穿戴製裝的手錶對iPhone的支援度 很低其實蘋果刻意在阻擋 就是它的支援性 那甚至像很多App開發商 他們在開發出一些新功能之後 那蘋果自家可能也做一樣的東西 在他們可以更深度 結合他們iPhone上面很多功能啊 所以Z工的不讓第三方使用的情況下 那也會扼殺掉別人的創意 那再來還有像AirTag這類的追蹤器 其實限定很多廠商在做 但是蘋果做出來之後 就綁住很多他們限定的功能 那也進而讓其他廠商無法生存跟競爭 那其實重點就是說蘋果是否有真的利用自家的優勢 保住這些軟硬體的功能 然後藉由這些方式去威脅到市場的自由性 那如果他們正在這個方面有那麼大的主導權的話 自然就很容易去壟斷這個市場嘛 那變成一個大者很大很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那其實除了對競爭者造成的傷害之外 對消費者也造成很大的傷害 變成我們的選擇性變少 那其實在這之前啊 現在不論是Google或是Meta 他們都已經被起訴 同時他們在自己就很有趣 就是在自己跟蘋果也有相對立的立場上面 那像他們認為蘋果在廣告上面資訊的把持 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近來我們看到歐盟他們所做出的這個裁決 那蘋果也因為在音樂市場的一段行為後 他們已經被裁罰了20億美金的罰款 那其他像是他們App Store的開放性也被迫做出調整 那我們才剛講完那個部分 現在美國司法部就已經正式起訴蘋果 那其實我看這個新聞起來我也去看 就是美國司法部直接堆積者他們說話的方式起來 我覺得他們口氣算是非常的重 而且裡面提到很多癥結的點的部分 他們有試著把消費者也拉進來說 這樣也傷害到消費者的利益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很多人在談反壟斷這個部分 可能就是講說也可能去傷害到競爭者 公平競爭的機會 但其實我一直認為啦 這種大者很大的情況 讓我們消費者沒有更多的選擇 然後被迫他們每次要漲價 我們也沒有其他方式去對抗的時候 其實也是另一種壟斷 那我覺得美國司法部這樣的講法 就是想要獲得更多民意的支持 因為蘋果其實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公司 那我這邊來講我的看法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加入討論 我覺得在商業上這種競爭其實非常難避免 這種像美國這樣的市場 美國大型的企業 他們其實對的都是全世界的市場 這樣的競爭是非常的激烈 那任何的公司在這種情況下 都一定會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那是否觸碰到反壟斷這一件 其實他們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準則可以去遵守 一方面政府希望他們有一個更開放性的市場 因為讓他們本國美國的企業可以更有競爭力 讓他們盡情的發揮 因為比如說像蘋果這種跨國性的企業 其實他們所面對的不單單支持美國國內的企業 那可能很多國外的企業 他們不受到美國相關法律的限制 但是可能一樣跟蘋果在競爭同一個市場 那如果再去考量這個反壟斷的這個行為 去削弱自己國家企業的這個競爭力的話 你可能反而傷害到自己國家的國利益 那你從另一個角度看 就美國自己本土企業的話 裡面有Meta可能在抱怨 在靠背蘋果說 你擋住這個消費者的使用資訊 讓我們沒有辦法精準的下廣告賺更多錢 那另一方面Meta自己也在搞一樣的事情 他強迫這些廣告商必須要花更多錢 去買他們的出擊量 那其實就是每個企業想盡辦法把自己的利益追打化 那另一方面看來蘋果花那麼多錢 再研發他們產品跟軟體 然後去維護他們生態鏈裡面的安全性 這些都是非常燒錢 那你一個生態系 花那麼多錢投資經營出來之後 你說要平白無故讓這些開發商 可以無償進入你的App Store上架 同時蘋果還要附起這個 為消費者把關這些App安全性的這個部分 同時如果你又開放他們 如果今天在App裡面付費訂閱 都可以跳到外面的網站去付費的話 那這樣等於大家都讓自己上架到App Store的App 變成免費 蘋果也抽不到成 就等於蘋果花一堆錢做了這個手機 然後做這個平台 然後還要維護這些安全性之外 它沒有辦法賺到錢 這樣也不太合理 那像定位器這種產品 說如果你問我要用蘋果自己的 還是用第三方公司所推出來的 那這種隱私上面這種安全性 我會比較信任誰 那選擇上我一定是信任蘋果 那AirTag本身這個產品 也不會幫蘋果賺到多少錢 但是這種非常重要的隱私資訊 還有使用者的這些行為 或怎麼可能平白的讓第三方公司去擁有 然後同時還藉由蘋果的生態鏈 來串聯取得這些紀錄跟資訊 所以某些情況下 我可以理解蘋果這樣的作為 因為你看到他們這樣行為 在公平性上面會造成一些負面的效應 你說像Apple Watch支援度最高 但其實外面很多智慧性手錶的廠牌 也都做得更好 不管是在健康紀錄上啊 戶外運動啊 續航力也都有更好的表現 那價格也沒有比較貴 但選擇性上面 因為很多功能都被限制住 沒有辦法跟你的手機串聯 所以變成你也沒有辦法 去選擇這些手錶來購買 那如果說蘋果今天完全是為了保護 這個消費者的實用體驗啊 消費者的隱私 那這個是一回事 但同時你在競爭性的這個產品上面 你也沒有做到跟別人一樣的 規格一樣的標準 或者是你利用這樣封閉的系統 讓自己可以一直擠壓高 進步賣得越來越貴 基本上消費者沒有選擇嘛 也只能一直買你的 那這樣的負面效應 你造成的這個廣大的護城 其實反而也降低自己公司 長遠以來的競爭力 因為你就停止在創新了嘛 所以很多事情 我覺得都有很多的面向 不同角度上看起來 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也不是非黑即白 那像美國司法部的起訴 雖然最後他們還有很長的官司要打 但是通常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像蘋果這種私人大企業 不太會占到便宜 但其實美國司法部在採發的時候 他們也要去考量到大局 你說一個美國企業在美國國內 受到這樣的控管 但如果今天同樣跟他們競爭的企業 是他國的廠商的時候 在別人的國家自己視為 也有一樣的標準 那如果你採發的太嚴厲 把自己國家的企業打趴了 這樣也會損害到自己國家的利益 那也反而消弱自己國家的企業 在世界上有的競爭力 那這個經歷過大風大鬧的微軟 比如Gate 還有Steve Ballmer 其實也只有針對這個部分 就是給這些大企業 像現在的Google、Meta、蘋果一些建議 他們認為與其一直跟政府去對抗 就是很強硬的去反抗 不如就好好坐下來跟他們談說 好 那我們承認 如果你們覺得說反壟斷是不對的 那我們應該怎麼來改變這一點 因為即使蘋果認為 他們在法律上站得住腳 但如果他們今天要採發 就已經找出藉口 因為是不是壟斷的這一點 要怎麼去界定其實非常地主觀 那可能多少也有一點政治的因素 他認定你有就是有 那其實微軟當年 他們也是因為糾纏在這個反壟斷的官司裡面 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導致他們分散的注意力 那他們自己也因為這樣 因為讓他們在手機市場上面失去了先機 所以這個也回到我剛剛說了 你說企業過度壟斷 造成他們停滯不前 停滯創新 然後降低他們自己的競爭力 也降低了市場上其他公司的競爭力 那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過度干預 也有可能讓企業綁手綁腳 沒有辦法競爭 所以這中間的平衡都是很難拿捏的 好 那我知道我們有給出一個 完全的一個結論 因為我認為這種事情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那你們看完之後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對這方面也更有研究 有更多的了解 那你們有什麼想法可以在下面一起討論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劉淑妮 我們下期見 拜 明天的影片